二峰郡 位在屏東縣來異鄉 近一個世紀前 鳥居姓平 召集了十四萬人次的 排灣族人 還有漢人 用簡單的技術 在林邊溪的上游就是這裡 河床的正中央 深埋下了 他發明的燕蹄 短短的渠道 除了供取水之用 還能夠兼顧當地的生態環境 一直到現在 這個設施 它一年的總供水量 超過了一整座的白河水庫 讓來一鄉許多的居民 不需要使用自來水 但是你能想像嗎 當年在二峰郡完成之前 這裡可是一片荒蕪的旱地 一進入雨季就會淹水 而到了乾季卻又無水可用 諷刺的是 這不正與今天 我們所面對的情形相當類似嗎 二峰郡到底是運用了什麼樣的原理 讓它能夠成功地一直運作到現在呢 二峰郡主燕蹄埋在河床底部 由三塊水泥組成三角形 底寬3.94公尺 高度2.12公尺 迎向河水的斜面為滲水面 長2.8公尺 滲水面是一根根的水泥柵欄 再鋪上編織好的藤蔓 過濾河水 浮流水會從空隙和上方浸水孔滲入 成為總長328公尺的三角燕蹄 再加上寬1.9公尺 長455公尺的半圓形集水岸渠 攔截取用河床底部 經過過濾的浮流水 再借助地勢落差 利用重力把水輸送到農場和部落 二峰菌和水庫相比 降低了沉澱時間和進化成本 用簡單便宜的設計 大幅提高用水的效率 又可以改善水庫常見的淤積問題 二峰菌等於是讓可用的水資源倍增 而且二峰菌的地下工程 不需要改變自然環境 也幾乎沒有生態上的疑慮 更不用擔心颱風帶來的河水濁度問題